大家好我是安姐莉佳 如何在不经意间把男嫖撩到腿软呢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可是要开车了啊 本篇文章18禁 小朋友们乖乖退出去哦 当了这么久的知心大姐姐 现在终于可以尽情的展示了我的性格了 在她玩游戏的时候坐到她的大腿上 假装让我骑士的舔一根棒棒糖 舔了之后动作要慢知道吗这样 然后像小鸡卓米一样轻轻的吻一下她 然后说游戏这么好玩吗 然后在你们吃饭的时候 你就寒情默默的看着她 如果她问你干嘛 你就回答她 干 用脸秤她的肩膀 像小猫咪一样 假装找什么突然贴近她的脸 然后热无其事的看着她的眼睛 甜嘴唇 在她失忆脆弱的时候 轻轻的抱着她的头 可以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一起待在家的时候 真空穿着男朋友的衬衫走来走去 如果她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就大胆的蹦到她的身上 巴唧一口 亲一下 男朋友分分钟对你脚械投降好吗 对男人而言 背后抱抱 能给他们一种大男人的角色扮演 对女人而言呢 有种被包围的安全感 而有的时候角色的互换 效果更有节节攀升知识 常年假装坚强的男人 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开架 享受了这一次的温宸 当你想吃某样东西的时候 这男朋友喂你 当她的手伸到你的嘴唇时 眼带情侣地望着她 同时握住她的手 放到自己的嘴唇里 夸她 越细节越好 你的睫毛怎么可以这么长 亲一下 你的鼻子怎么那么红看 再亲一下 你的嘴唇怎么那么性感 再亲一下 我怎么那么的喜欢你 舌吻 涂夸张的口红 到处亲她 笑她 把她推倒在场上 然后骑到她的身上 抓住她的领口 然后接个吻 她马上就会反受为公 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啦 还有那种比较小的水果 嗯 葡萄啊草莓之类的 问她要不要吃 然后嘴对嘴地亲过去 桌子底下轻轻地划过她的小腿 或者牵手的时候偷偷地 摔一摔她的手心 半漏不漏地 永远比全漏更诱惑 要给她一点甜头 但不能给她全部的甜头 给她想象的基础 更给她想象的空间 装作喝醉的样子 然后说好热 把衣服撩到肚子上 胸里上 从背后拥抱她 西云耳垂 舌头挑逗耳洞 长指甲的手指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划过她的胸膛 眼睛深水地凝视对方 写完澡后只穿浴巾 不让她靠近 安静地喊笑地望着她 然后揍着眉头对她说 先生我好饿 可不可以把你吃掉 学习在她面前弯腰捡东西 相隔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 以1米到1米5最为佳 我要小看这个动作 这是个很性感的动作 略带了那么一点点的诱惑 一般来说 很多男人都会在女人捡东西的时候 目不转睛 因为那是女性最容易阻光的时候 洗完澡的时候 不要把头发包起来 你就直接撒娇 但是你可以在浴室稍微的打理一下 出来之后裹着浴巾 让她看着你凌乱的样子 不种感觉就和看着笑水的小猫一样 让男人顿身怜爱之情 恨不得立刻将你露入白中 不让你受到意识伤害 当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见事的时候 用手指在她的大腿之间画圈圈 一定要轻轻的同时 微微的咬下嘴唇 怕在她耳边吹口气 人家想要了 在男朋友面前 穿脱丝袜 虽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 但是说不清楚原因 总之黑丝诱惑 对所有男人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杀手锏 肿能在顷刻之间点燃身体最深处的热情 毫无例外 卖门屡试不爽的一招 就装可爱啊 装无辜啊 这招最简单了 然后 举头发的动作 这样真的很诱人 春秋季节 选一套安全的封衣 在你的封衣外套下 真空穿一件请去内衣 你不脱外套 绝对看不出逆端的那一种 一眼正心的和她出门逛大街 建房门后的那一拖 不信震撼不到她 又相信反差的力量 最后 希望你过几天还能正常走路 除了收藏之外 别忘记点个赞哦 发展示範团